为了关怀家里社区的长者在年终之际 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 花联分会举办了围炉意见以及自证伴手礼的活动 也预祝社区的长辈们兔年行大运健康快乐 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花联分会公益活动 并且来到家里社区公益中心向展示他们敬意 同时也为大家量血压来检测大家的健康 并且邀请美法师来进行意见活动 大家排队希望在过年之前能够有个好体面 迎接突年的到来 另外也准备精美的伴手礼 资争给在场的每位长者让大家好过年 我们是花联四华分会 我们是来家里村活动中心来办 为老人家办那个感恩的年终尾牙餐会 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 透过我们的梁代表 我们来这边跟老人这样子有一个这样子的活动 让我们四华花联分会 能够为我们的地方贡献来做一些服务 老人的一些活动 很感谢我们的那个梁代表 四华分会的那个 颜会长还有姐妹们 在这个温馨的睡末围炉的餐系 把我们家里社区长照西的祭典的长辈 我们有一个温馨的围炉餐系 还有一些伴手礼 真的很感谢他们的热心公益 现在下来后一台也前往现场和成人们一起围堵 同时也感谢四华华人工商妇女器官协会 欢迎分会的关怀 让社区长生们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那今天是做什么 剪头发的一剪 那剪漂亮一点 有剪头发的 怎么看看 举手一下 这么多个 那只能缺一千块 漂亮 我想大家对各位的爱心 四华华人工商妇女器官协会 华人分会表示 协会秉持着关怀相处的理念 明年都会巡回前往各个社区办理公园活动 在年终之际和大家相见欢 同时也祝福大家突年行大运 健康快乐 四华公园分会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赞赞 记得九龙一 新年要不打